为了持续强化花莲县十三乡镇市护镇事务所人员的本职学能 花莲县政府民政处从6月18号起到6月20号 一连三天的是在县府的大简报室内 办理了护镇人员的在职教育训练 县长徐正卫为护镇人员到场加油打气 这次的研习课程邀请到专家学者以及同仁们 分享业务的薪知以及实物的经验 透过彼此的观摩交流 增进优化为民服务的心态以及技巧 让护镇业务精益求精 提供乡亲们最贴心的辩明措施 为了持续强化花莲县十三乡镇市护镇事务 所有人员的本职学能 6月18号到6月20号在县府大简报室 办理围起三天的护镇人员在职教育训练 共计有150人参训 现在许正会也感谢护镇人员从事继承工作 是相当的辛苦 有与科技日新月异 为民服务工作可以说是相当的多 而这是联系课程 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同仁们 分享业务心资以及实物的经验 透过彼此的观摩交流 增进优化为民服务的心态 以及技巧让护镇业务精进求精 提供乡亲更贴心的并服务 也办了我们的乡亲一起成长 真的不容易 所以无论是现在我们护镇的连接体系 越来越资讯化 我们也更谢谢我们的护镇 也跟我们的地方税务局来合作 合作在我们税务的部分 以及我们现在跟我们的 这个好像是移民署嘛 我们在做那个护照的部分 护照的部分 移民署的部分 我想很多的工作中央地方 都能够连接起来一起做 尤其是现在已经是资讯化的社会了 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清零到护镇 护所或哪个工部门来办理很多的手续 我想再往在这个空中的世界里面 在资讯的传播里面 在案子里面都可以来设计 所以我想希望我们十三江镇 能够更加的资讯化 能够更加的无纸化 能够迎向四G和五G 所以我也希望护镇及民阵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四G和五G的方案 让我们在部件的时候 也可以把整个护镇网纳进来 这样子会更便宜 而且让我们的年轻人更愿意返乡 因为我们的这个资讯的过去 没有任何的秒差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再一次谢谢 无论是从卓西来 或从风宾来 或是从我们秀林来 真的很远 但是谢谢大家 也谢谢护镇 谢谢我们的江东处长 在这一次办了3T制的联席 我相信把大家集聚起来 我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交流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每一个遇到的这个案件也都不一样 联席课程特别聘请 花莲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江洋轩 就护镇所林贵经常会碰到的亲属 以继承案件做事务的案例研讨 内政部护镇师科长 潘云中讲述 户籍法规以及事务案例 已探讨 会中将人宣检察官 以及潘云中科长 引用许多事务特殊案例 为同学们开启更宏观的视野 仍请一线林贵护镇同仁们 务必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 保动身体 一般初衷继续提供让人民有感的服务 包括简化流程 主动服务 感动沟通 以及善用科技提供跨平台的服务等方式 让地方相信更有感 精进服务品质 服务没有最好 只有共鸣之 记住中文 我是伟老 感谢观看